正宗的万年青是哪种 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感兴趣的问题 因为万年青是一种非常美丽的观赏植物 有着四季长青 富贵极强的寓意 但是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的万年青品种 有的甚至不是真正的万年青 那么如何辨别正宗的万年青呢 本文介绍正宗的万年青是哪种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认识和养护这种优雅的植物 什么是正宗的万年青 正宗的万年青是一种常见的多肉植物 属于百合科万年青蜀中的唯一一种植物 学名为Rodiac Japonica 原产于中国南方和日本等地 它的叶片长圆披针形 鸡生质厚有光泽 全圆边缘波状 翠绿色长15至50厘米 宽2.5至7厘米 两端窄 叶尖尖锐 叶背中泪凸起 花精肥大 长2.5至10厘米 碎状花絮顶升 高3至4厘米 直径1.2至1.7厘米 花背球中型 淡黄色 长4至5厘米 直径约6厘米 花紧密促生 梅朵花白绿或白黄色 为两性花 包片卵圆形 长2.5至6厘米 宽2至4厘米 裂片小且厚 6枚 球形浆果红色 直径约8厘米 促生 花期5至6月 胜果期9至20月 染色体数2n等于14 36 38 或约72 为什么要养正宗的万年青 正宗的万年青不仅外观美观 而且具有很多的好处 首先 正宗的万年青是一种很好的净化空气的绿色植物 可以吸收有害气体 释放氧气 改善室内环境 其次 正宗的万年青是一种富有裕裕的植物 有永保青春 健康长寿 有益长存 富贵吉祥的含义 是一种很好的送礼和摆设的植物 再次 正宗的万年青是一种有要用价值的植物 含有万年青带 有强心利尿 清热解毒 凉血止血的功效 可用于防止白猴 白猴引起的心肌炎 咽喉肿痛 以及小便不利等疾病 不过 正宗的万年青也有一定的毒性 会产生阳帝黄甘样作用 所以在使用时要注意用量 不可误实 如何辨别正宗的万年青 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的万年青品种 有的甚至不是真正的万年青 而是其他的植物 比如油菜 天门冬 观音草等 那么 如何辨别正宗的万年青呢 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方法 观察叶片 正宗的万年青叶片 长圆披真型 机生 滞后有光泽 全圆 边缘波状 翠绿色 叶背中泪凸起 叶尖剑锐 如果叶片形状 颜色 纹理 与此不符 或者有花纹 斑点 边线等 那么就不是正宗的万年青 而是其他的品种或植物 观察花果 正宗的万年青花 金肥大 碎状 花絮鼎生 花背球中型 淡黄色 浆果球形 红色 醋生 如果花果的形状 颜色 位置与此不符 那么就不是正宗的万年青 而是其他的品种或植物 观察根莖 正宗的万年青根筋 粗壮肥大 直立生长 根多数为纤维根 如果根筋细弱 匍匐 肉质 或有快筋等 那么就不是正宗的万年青 而是其他的品种或植物 如何养护正宗的万年青 正宗的万年青 虽然是一种生命力强健的植物 但是也需要适当的养护 才能保持其美丽的外观和健康的生长 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养护的要点 光照 正宗的万年青喜欢半阴的环境 不耐暴晒 也不喜欢过于阴暗 夏季要避免阳光直射 冬季要保证充足的散射光 室内养护时 要选择通风良好 光线适中的地方 定期转动盆栽 使叶片均匀受光 水分 正宗的万年青喜欢湿润的环境 不耐旱 也不耐烙 浇水要根据季节和气候的变化 保持土壤湿润 但不要积水 夏季要适当增加浇水的次数和量 冬季要适当减少浇水的次数和量 浇水时要避免水浸叶片 以免引起烂液 温度 正宗的万年青喜欢温暖的环境 耐寒性一般 不耐低温 适宜的温度范围是15至30摄氏度 最低不能低于0摄氏度 冬季要注意保温 避免霜冻 室内养护时要远离暖气和空调的热风 肥量 正宗的万年青不需要特别的施肥 烧施肥即可 喜欢烧肥沃的弱酸性土壤 不过中性和弱碱性土壤也可生长 施肥要根据生长情况 适量适时 一般在春秋两季 适用一些腐熟的有机肥 或稀释的液体肥 繁殖 正宗的万年青的繁殖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分株繁殖 一种是种子繁殖 分株繁殖是指在春季或秋季 将根茎上长出的心芽或侧芽 与母株分开 插入肥沃的土壤中 保持湿润 就可以生根成活 种子繁殖是指在秋季或冬季 将成熟的红色浆果收集下来 去掉果肉 将种子洗净 晾干 放入沙土中 覆盖一层薄薄的土壤 保持湿润 就可以发芽 不过 种子繁殖的速度较慢 需要2-3年才能长成小苗 病虫害 正宗的万年青的病虫害比较少 主要有叶斑病 根腐病 牙虫和蜘蛛等 叶斑病是指叶片上出现 不规则的黄色或棕色的斑点 影响观赏效果 可用50%多菌龄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喷雾防治 根腐病是指根部出现腐烂 导致蜘蛛枯萎 可用50%多菌龄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浇灌防治 牙虫和蜘蛛等 是指叶片上出现小虫或细网 影响光合作用 可用40%氧化乐果乳油 1000倍液喷雾防治